苏氏写,人生如逆旅,我亦是行人,人生是一次有去无回的旅程,时间滚滚向前,从不停歇,而不同的年龄阶段,都有一扇大门,我们风尘仆仆地推开,却总忘了离开时,随手观上其时人过五时,到了人生的下半场,习惯性回望过去,必然会愁出不前,可任你有再多的留恋,再大的恩怨,最后全成了心中的执念,悲伤的包袱,真正的聪明人, 懂得关好身后的门,大步向前,轻松上阵,不畏往事扰,只畏余生笑,解读国学经典,传承中华文化,欢迎订阅禅世界,关好得失的门,学会看淡,一书说,有得有失,才是人生,切记愤愤不平,如果抓着过去的得失不放,或张扬,或沮丧,只会扰乱思绪,得到的是幸运,失去的是常态,你看得越重,内心越是疲累不堪,世事诸多无常, 人生几多风雨,何必要去挂念一时的得失,更何况,你再去计较执着,过去的早已过去,不如关门转身离开,就想,厚汉书中,破赠不顾的那个叫做郭泰的人,他手中的瓦罐摔碎在地,他却头也不回地离去,毫不惋惜,有人问几原因? 他淡淡地说,既然已成事实,在惦记又有什么用处呢?人活在世上,最重要的,从来不是过去,而是宝贵的当下和将来,曾国藩说,得失有定数,求而不得者多矣,纵求而得,亦是命所应有,名利也好,聚散也罢,比起患得患失,不如学会看淡看开,得之不喜,失之不忧,顺其自然,随缘自逝,就是余生最好的心态。 苏氏被贬到黄州的第三年,有一天,他到沙湖,去看新买的田地,不巧途中下起了雨,触景生情,写下了这首简谱中健身意,寻常畜生波澜的词。 不要害怕树林中风雨的声音,不妨放开喉咙,吟唱从容而行,竹竹杖叶草鞋,轻便胜过骑马,这都是小事情,又有什么可怕,屁一缩一,任凭湖海中度平生,撂翘的春风把我的酒一吹醒,身上略略微微感到一些寒冷,看山头上斜阳已露出了笑脸,回首来时,路上风雨萧萧,归去时,不管它是风雨还是放晴, 苏氏被流放到黄州时,在生活上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和久迫,但是他并没有畏惧和退缩,一缩烟雨任凭生,迎着风,迎着雨,笑傲人声,他脱下了长衫,穿上农服的短打,号召全家,向当地的官府申请了50亩地,开展耕种,这块地就在黄州城东门外的一个土坡上,所以苏氏把它叫做东坡,而把自己就叫做东坡居士,一个被贬之人, 还是个穿长衫的文人,居然种起地来,在当时看来,简直就是丢人现眼,可是苏氏却乐在其中,把被贬的日子,过成了有酒有诗,又有远方的人生,在黄州,他游山玩水,泛长江,掉赤壁,他饮酒赴诗,他煮东坡羹,做东坡肉,酿东坡酒,在这里,他找到了真正的自我,获取了真正的个性自由,在这里,他发出了江山如画,亦是多少豪杰的感叹, 在沙湖的路上,触景生情,写下了自己潇洒的人生,谁怕,一缩烟雨任平生,红尘俗世中,回首向来潇洒处,归去,也无风雨也无情,看看如今的现实,越发激烈的竞争,快节奏的生活,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,房贷车贷等,给我们增加了无形的压力,在成人的世界里,从来都是那么的不易,熬不住就出局,熬得住就出众, 遇到挫折时,会有莫名的困惑,遇到事情无能为力时,会有莫名的感伤,这时,何不学学苏世,不计较得失,不盲目攀比,经得起挫折,耐得住寂寞,把别人眼中的苟且兜过成诗于远方,关好欲望的门,学会从简, 庄子说,娇辽潮于森林,不过一只,岩鼠饮河,不过满腹,鸟在森林栖息,不过占了一根树枝,岩鼠到河中饮水,不过喝以宝度,人亦是如此,广煞万间,夜眠不过七尺,珍羞美味,日食只需三餐,或许年轻时,积极于富贵,积极于物质,想要的太多,所求的太甚,可到了一定年纪,看清生命的真相,更明白,物质的富足, 永远比不过内心的风影,况且,欲和难填,贪念难止,人一旦坠入欲望的深渊,就会给自己带来无限的苦痛和灾祸,正所谓,大道质简,烦在人心,五十岁后,关好欲望的门,学会减法过生活,回归简单,回归素朴,知足常乐无闲事,人生处处皆风景,毛泽东要求别人的自己首先做到,他一生粗茶淡饭,睡映板床,穿粗不衣,生活极为简朴, 一件睡衣,竟然补了七十三次,穿了二十年,经济困难时期,他自己主动减薪,降低生活标准,不吃鱼肉,水果,上世纪六十年代 有一次他召开会议到中午还没有结束,他留大家吃午饭,餐桌上也是一大盆肉碗凹白菜,几小碟咸菜,煮食式烧饼,伟人在勤俭节约方面,为国人做出了表率,关好恩怨的门,学会善望 纪献林先生在书中写,如果不能忘,或者没有忘这个本能,那么痛苦,就会时时刻刻都新鲜生动,时时刻刻像一开始那样残酷地折磨着你,到了五十岁,遇见过许多人,经历过许多事,有好有坏,有苦有甜,难免会因为一些人和事发生恩怨纠葛,对错难分清 心中一难平,比如,朋友的伤害,爱人的背叛,事业的纠纷,家庭的不渝,可若是无法忘记,堆积在心头,不过是自我消耗,自我惩戒,让伤口长长如新 五十岁天命,要明白余生很贵,千万不要为了不值得的人和事,浪费时间,折磨自己,你往回看的每一眼,都是一种没坠,你向前迈的每一步,都是一种成全 正如《了凡四讯》里说,从前种种,譬如昨日死,从后种种,譬如今日生,曾经的恩怨是非,与其执着不休,不如试着淡忘,让他们随风而逝 卸下心头的负担,赶走天空的阴霾,和自己和解,和往事和解,才能心情明媚,过好今后的每一天 秦穆公曾经外出王宫,丢失了自己的骏马,他亲自出去找,看见有人已经把自己的马杀掉了,正在一起吃马肉 秦穆公对他们说,这是我的马,这些人都害怕惊恐地站起来,秦穆公说,我听说吃骏马的肉,不喝酒的人会死,于是给他们酒喝,杀马的人都惭愧地离开了 过了三年,靖国攻打秦穆公,把秦穆公围困住了,以前那些杀马吃肉的人互相说,我们到了已经可以以死来报答穆公给我们马肉吃,好酒喝得恩德的时候了 于是就击溃了包围秦穆公的军队,穆公终于解决了困难,打败靖国并抓了,靖毁公回来 关好遗憾的门,学会翻篇 三毛说,遗憾是一个让人又爱又恨的东西,没有他的生活并不完美 有了他,却又让人不堪面对,走过半生,哪有什么事事尽如人意 遗憾常有,悔恨常在,那些来不及做的事,那些不曾留住的人,困在心里,满是惆怅 若频频回首,垂胸顿足,自怨自艾,就会被遗憾淹没,被挫败包围,人生无法重来 过去无法改写,但你可以尝试在当下 开启新的未来,毕竟,比起耿耿于怀当初的选择,此时此刻的生活也更值得把握 要知道,所有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,学会翻篇,及时止损,继续向前,不遗余力地耕耘每一个现在,满目山河空念缘,不如连取眼前人,珍惜身边人,做好手中事,就是最清醒的活法 德国作家黑赛说,有些人认为,坚持会让我们变得更强大,但有时候,放下才是,过去的就让它过去,发生的就让它发生 若想人生一路向前,我们就不要频频回眸 解读国学经典,传承中华文化 欢迎订阅禅世界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